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在过去的共读中,我们会发现 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往往是作家创作的灵感 下木树时的《我是猫》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等 动物在人类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普世的吸引力 而通过动物的视角,我们或许能更好地跳脱出自身的局限 反观人性的复杂,甚至阴暗 《野性的呼唤》 主角就是一只单纯善良的宠物狗,巴克 小说的作者杰克伦敦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富有才华,一生比更不错 其中《野性的呼唤》堪称为其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作品 受到读者及评论家的极高赞誉 《野性的呼唤》的创作和杰克伦敦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杰克伦敦小时候家境贫穷,做过装卸工水手 后来还一度加入过阿拉斯加淘金者的行列 而《野性的呼唤》故事背景正只发生在美国淘金热的北极探险中 小说讲述了一只养尊处优的宠物狗巴克 因为人类的背叛被胁迫着步向深渊 被人迈到寒冷荒蛮的北极 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一主中 巴克为了生存 在磨难中凭着本能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生活 而他自身的野性也被一点点唤醒 在小说中,人与狗的关系有了新的解读 狗与狗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影射了人类社会 杰克伦敦的一生大起大落 看到过贫民窟的落魄 也见证过战争的残酷 他的这些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 在这部小说中,杰克伦敦运用拟人手法 把狗眼中的世界及人类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 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现实 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客观现实 巴克渴望并奔向了自由 这也正是作家的追求和理想的体现 对杰克伦敦的作品 有人评论为 生气勃勃,健康乐观 也有人认为 是文明的头脑与原始的强力的结合 是科学进化论的喉舌 代表了朝气和勇敢 他最擅长的是 对于原始暴力和个人奋斗的描写 这在他的《极地小说》和《海洋小说》里 表现得最为突出 野性的呼唤 是《极地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巴克的生活 巴克住在阳光明媚的 圣克拉拉谷的一座房屋里 他远离喧闹的城市 在绿音半眼半应中 透过树丛 可以目睹房子四角漂亮的凉亭 一条用鹅卵石铺做的小路 通向这所房屋 车道穿过广阔的草坪和高大的白杨 道路蜿蜒曲折 树木之杆盘根错节 后院比前院更显宽敞和开阔 有几个大马舅 十几个马夫及男仆 在此看守着马匹 一排排仆人的房舍 墙上爬满了长春藤 还有一串串成熟的葡萄 像假珍珠似的挂满了藤架 轻轻的牧草地 果园及圆谱 那边是抽水自流井 还有一个用水泥铸造的 大铸水池塘 巴克可是这块地盘的老大 他四岁了 在这儿出生 在这儿长大 这么大一块领地 不止有巴克一条狗 可是其他的那些狗 都无关紧要 他们来去匆匆 长起在一个肮脏不堪的狗窝里 或者悄然无声地 躲在房屋的某个角落里 他们和日本哈巴狗图茨 以及墨西哥五毛狗伊萨贝尔一样 深居捡出躲在屋里 另外还有二十只猎狗 他们大叫着吓唬图茨和伊萨贝尔 这两只狗胆小得 只敢从窗口看他们 还要让一群女仆 挥舞扫帚和拖把保护着 巴克不是一般的狗 而是整个领地的主人 他可以跳入游泳池中嬉戏 同他的法官主人的孩子们 一起打猎 还跟随法官的两个公主 莫莉和爱丽丝 在夜幕星空下 长时间漫步 滴水成冰的冬夜 他还在书房里 守着烧旺的热乎乎的炉火 依偎在法官的身边 还让法官的孙子孙女们 驮在他背上 一起在草地上打滚 或是跟在他们后面保护他们 比如一起到 马厩所在院子的泉水旁 或再远一点 到驯马的围场或园谱中去 在群狗看来 他高傲得一往无前 一点也不把其他狗放在眼里 因为他才是统领 巴克140磅的体重 加上娇生惯养和众望所归的尊敬 养成了他的尊贵 使得他言行都透着十足的王者风范 从出生到现在 巴克过的都是一种 称心如意的奢侈生活 对此他有些骄傲 甚至有点爱慕虚荣 唯我独尊 就像一个与世隔绝 没见过大师面的土豹子 幸好他没有听认自己 变成一只娇生惯养的看家狗 打猎及相近的野外训练 控制了脂肪的增长 增加了肌肉的强健 这就是这条叫巴克的狗 在1897年秋的生活 和人一样 我们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会先到达 这时的巴克还没有意识到 有一场灾难 即将到来 从皮吉特海峡 到圣地亚哥 凡是体型健壮 毛长的狗类 都会大难临头 因为人们在北极的蛮荒中 摸索时 发现了一种黄色金属 轮船及各运输公司 有夸大宣扬这一发现 使得许多人 纷纷涌入了北极 这些人都急需用狗 他们需要的是那种身体魁梧 紧急发达 能做繁重劳动 皮厚毛长 能抗衡严寒天气的狗 人类的欲望 往往以其他物种的牺牲为代价 巴克不会读报 自然不知道园丁的助手之一 曼牛尔 是个恩将仇报 靠不住的人 这人还有赌博的恶习 死不改悔 在曼牛尔 做出叛变行为的那个深夜 法官正在一个葡萄种植协会 参加学术交流 孩子们也正忙着 组织一个行动俱乐部 没有人看到曼牛尔和巴克 同时穿过果园 走了出去 巴克认为 那只是出去散散步 谁也没发现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战战旗下 那人同曼牛尔密谈了几句 之后便是前臂 在他俩之间响起当当的声音 陌生人拽拽绳子 巴克只要一反抗 脖子上的绳子便能让他动弹不得 巴克沉默而又不失尊严地 承受着那根绳子 那让他感觉不是很好 但是他一直信任他认识的人 认为他们比自己机灵 但是当绳子那头握在陌生人手里时 他还是发出了害怕的低吼声 这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不满情绪 因为他一直骄傲地认为 暗示就是任务 然而让巴克惊恐的是 绳子紧紧地绕在了他的脖梗上 使他无法呼吸 巴克暴跳如雷 一跃而起 向那人扑去 那人却在半道上迎着他 紧紧地掐住了他的喉咙 娴熟地把他扔在地上 之后就把绳子无情地勒紧了 巴克拼命地挣扎着 舌头拉打在外面 强健的胸脯徒劳地急速起伏着 他从未受过如此恶毒的对待 从未有事情 让他如此狂想难耐 但是挣扎了一会儿 他的体力开始减弱 眼花缭乱 神志不清 火车什么时候进站 两人怎样把他扔进行李箱 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巴克遭遇了 从未异想过的背叛 不久之后 他知道的便是模模糊糊 感到舌头生疼 被装在一辆运输车里 摇晃着前进 火车头在交叉路口 发出震耳欲聋的鸣笛声 这向他暗示了 自己目前身在何处 他过去总是跟法官外出交友 自然知道坐车的滋味 巴克醒过神来 喷射出只有被绑架过的国王 才有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怒火 那人扑向他的喉咙 但巴克躲得很快 反口一下死死咬住了 他的手不放 双方都不肯罢休 直到他被掐得再次昏死过去 之后巴克还会继续反抗吗 他还会遭遇到什么事情 被一次次打运的巴克 又该如何面对 突如其来的磨难呢 巴克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背叛 不仅被最信任的人偷卖 而且被运输和殴打折磨着 就这样折腾了大半个晚上 他卧在那儿 靠着平息心中的愤怒 和安抚受伤的自尊 来打发这个 令人恶心的夜晚的剩余时光 他不知道这一切代表着什么 这些不熟悉的人 到底要把他怎么样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 关押在这个狭小的板条箱里呢 他什么都不知道 却因隐约感到祸从天降 而心情压抑 如同所有遭受磨难的人一样 他的喉咙里混杂了太多的血泪与情绪 愤怒 不甘 恐惧 希望和失望 这一夜 小屋的门嘎拉拉地开了好几次 每次他都很兴奋 希望看到亲人 或者是法官的孩子们也好 可失望的 是每一次到来的都是酒馆老板 那张胖胖的脸 巴克借着凄凉的烛光 向里头看他 每次 巴克颤动的嗓子要发出的欢叫 都扭曲成了愤怒的吼叫 但酒馆老板并没有搭理他 第二天早上 四个人进来 把板条箱抬走了 巴克确认 这又是过来虐待他的人 因为这些人破冒树颜 蓬头垢面 带着一脸恐怖 于是 他隔着板条箱 向他们发泄自己的勃然大怒 他们只是笑笑 还用棍子捅他 他马上用牙齿咬住棍子进行搏斗 最后才意识到 那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因此 他只好强忍愤怒 趴下不动 随便他们把板条箱 装进了一辆马车 随后 他和囚禁着他的箱子 就开始了一次次的转手 伴随着人们的动弄和羞辱 他的怒火激发到了极点 愤怒已使他变得高度紧张 虐待又使他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 干渴疼疼痛的喉咙和舌头 好像在被火焚烧 这更加重了他的焦躁 有一件事却使巴克很开心 脖子上的绳套没有了 那绳子曾让巴克吃了大亏 对他不公平 现在绳子没了 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的凶狠了 他已下定决心 不能再让他们成功了 两天两夜没吃没喝 加上两天两夜受尽虐待 巴克已经怒不可遏 随时准备发泄到第一个倒霉的人身上 不管那人是谁 他眼睛紫红 变成了一个暴怒的野兽 前后变化如此之大 就连法官本人看到他 恐怕也认不出他了 车上的服务人员 在西雅图把他扔下后 都深深地松了口气 四个男人战战兢兢地把板条箱从马车上卸下来后 抬进了一所大院子里 一个胖胖的男人走了出来 在车夫的签收布上写上了名字 那人穿一件红色外套 衣衫的领口松松垮垮的 巴克知道 那就是下一个要虐待他的人 便狠狠地朝板条箱扑了过去 那人可怕地笑着 拿来了一把短饼小斧和一根棍棒 抬他进来的四个人立刻不见踪影 爬到墙头上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着观看一场好戏 巴克咬住裂开的木头 用牙齿死死咬住 疯狂地撕扯着 使劲摇晃 斧子砍向哪里 他就嚎叫着扑向哪里 怒气冲天地想往外跑 而在外面穿红外套的人 却很镇定地想把它弄出来 他拳起身子准备偷袭时 毛发树立 口吐白沫 冲血的眼睛里 放出疯狂的光芒 他带着百分的愤怒 满怀着两天两夜被压抑的怒火 向那人扑去 就在飞起的一瞬 他的嘴刚要咬住那人 就当头挨了一下 牙齿极其痛苦地被马上合上 一个急速转身 后背和侧身处地 巴克从来没有挨过棍棒 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他痛苦地撕叫着 其中一半是狂吠 更多的是尖叫 边叫边重新站起来 再次向空中跳跃 大棒又气势汹汹而来 将他狠狠地打在地上 这次他意识到了 是那根大棒的原因 但是疯狂又让他无所顾忌 巴克连续进攻了十几次 但每一次都被大棒打倒 打翻在地 巴克最后一次攻击时 那人使出了恶毒狠招 一棒打下去 巴克蜷缩着身子晕在地上 完全失去了知觉 墙头上看戏的人却兴奋着 商量着下次一起去看驯马 这时巴克清醒了过来 但还没有恢复力气 他躺着一动不动 望着那个穿红外套的男人 我说巴克 好家伙 他继续用温和的口气说 我们方才是有些误会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你明白自己的身份 我也明白自己的任务 只要乖乖地做条好狗 就会大吉大利 前途光明 要是不听话 我就把你内脏都挖出来 知道吗 他边说 边无所畏惧地拍打 刚刚痛打一顿的狗脑袋 可是一接触到那人的手 巴克血色斑斑的毛发 不由自主地竖了起来 可是他还是容忍了 没有抗争 那人给他端来水 巴克急切地喝下去 他又给他拿来很多生肉 他也大块大块地大吃下去 他挨打了 但并没倒下 他彻底看明白了 在一个手拿大棒的人面前 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巴克吸取了这个教训 一辈子都会记住 那大棒是一种暗示 把他引入了弱肉强食的 蛮横统治法则 不过只是明白了一半 现实生活 还有更可怕的一面 当他明确地证实这一点时 会用上本性中被唤醒的 潜在的恶毒手段 时间飞速 又运来了其他同伴 他眼看着他们 一个个在穿红外套的人面前认输 一次又一次的亲眼所见那种残酷的场面 巴克对那教训体会的更刻骨了 手持大棒的人就是一个统领 就是一个必须服从的统领 虽然不是为了讨其欢心 对最后这点 巴克从不觉得内疚 即便他看到有挨打的狗像那人献媚取宠 摇尾起连 还舔他的手逃过好他 但巴克不会那样 他还看到有一条狗 因为既起连又不服从 在争夺自主权的搏斗中牺牲了 经常有陌生人来访 这些人与穿红外套的人一起研究 说话时情绪激动 密语甜言 以各种方式千方百计讨好红衣人 等钱到手之后 陌生人就会带着一条或几条狗离开 巴克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因为他们总是有去无回 他对未来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因此每次没被选上 他都暗自高兴 可是最后还是轮到他了 那是一个身材肥胖矮小的男人 说着不流利的英语 还不时骂出许多巴克听不懂的 奇怪粗也不堪的脏话 佩罗懂狗 看到巴克 他就知道那是好狗 甚至是万里挑一 巴克看到那个人收了钱 即当他看到一条温顺的名叫 柯利的纽芬兰狗 和他一起被那个身材矮小的人 带走时 并不感到奇怪 这是他最后一次 看见红衣人 之后 他和柯利在奈华尔号甲板上 瞭望着西雅图渐渐模糊 那是巴克最后一次 看见温暖的南国 他和柯利被戴下了甲板 转交给了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的人 佩罗是个法裔加拿大人 皮肤很黑 弗朗索瓦也是一个法裔加拿大人 是个混血儿 比佩罗黑 巴克认为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 虽然巴克对他们绝无情意 但他还是非常的尊敬他们 他很快知道 佩罗和弗朗索瓦 都是办事公众无私 沉着冷静的人 对狗很有一套 是不会被狗戏弄的 一天天过去 轮船随螺旋桨 不知劳累地转动而震颤着 虽然日复一日 巴克却明显地感到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 终于这天早上 螺旋桨停下来了 纳华尔号船上 笼上了一种激动的兴奋 弗朗索瓦用皮带拴住他们 带到了甲板上 刚一进入冰冷的船面 巴克的脚便踩在了一种 松软的像烂泥一样的白东西上 他喷一下鼻息跳了回去 那种白东西还在从空中不断落下 巴克抖了一下身子 又有许多的白东西落到身上 他奇怪地闻了闻 又用舌头舔了舔 那东西像火一样烧舌头 不过很快就没有了 他感到很疑惑 又试了一下 结果还是一样 旁观者猛然大笑 他感到很不知所措 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 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雪 巴克因园丁的背叛而走入蛮荒 饱受折磨 经历了辱骂棍棒和嘲弄 在时代的浪潮中 他无力把握自我的命运 作者何尝不是在映射人类社会呢 巴克是一条狗 也是一个人 然而正是磨难使他成长 古老凄凉的欲望在生腾 挣扎着习俗的束缚 唤醒粗鲁不逊的旋律 巴克接下来又会去向何方呢 自从来到雪地后 巴克逐渐摸索出雪地里的生存之道 但雪地中的艰苦劳作和生活 使得统领一切的原始兽性 在巴克身上表现得很强烈 拉雪橇的艰苦条件 又使这种兽性一天天增长 不过这种增长是无形的 新学会的生存道理 让他懂得了沉着冷静和自我控制 他太急于调整自己 去适应新的生活了 因而感觉生活并不美好 巴克不仅不挑事 还对一切有可能的是非冲突都避而远之 他处事态度的一个特点是 小心 做事认真 行动谨慎 虽然和领头狗 斯皮茨之间有深仇大恨 他却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 却不露声色 躲开一切冒犯行为 可是当巴克吃完自己的食物回去时 却发现自己的窝被霸占了 一声警告性的吼叫 让他知道了入侵者正是斯皮茨 到现在为止 巴克一直避免和他的仇敌发生争端 但这次太可恶了 他心中的兽性在嚎叫 于是带着满腔仇恨 他向斯皮茨扑去 尽管这让他们俩都不可思议 尤其是斯皮茨 因为过去的全部事情告诉他 对手巴克是一只不堪一击的狗 巴克之所以能生存下来 就是因为他有一副 又高又重的庞大身躯 双方撕咬在一起 把窝捣坏得一塌糊涂 斯皮茨和巴克的较量远没有结束 那只叫斯皮茨的狗是领头狗 而且是对理公认的统领 他感到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受到了这只神奇的南方的狗的胁迫 他之所以不理解巴克 是因为他见过很多南方狗 没有一只能在营地里或雪路上 有像样的行为 他们都太弱小了 要么死于工作 要么死于严寒 要么死于饥饿 唯独巴克是个例外 只有他经受住了这些训练 并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 可以跟艾斯基魔狗比力量 比凶狠 比狡猾 巴克接受了红衣男人棍棒的考验 抛弃了不利于争霸的一切荒唐的勇敢和鲁莽的行为 他变得异常狡猾 能够耐心地等待机会 而这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本性 争夺统领权的冲突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 巴克需要他 他需要 原因是那是他的本性 也因为他被一种难以说出的 不可理解的骄傲感紧紧抓住 那是碗绳和雪道带来的骄傲 一天夜里下了大雪 第二天早上 习惯偷懒逃差的狗派克不见了踪影 弗朗索瓦换他找他 但都没看见 斯皮茨快要抓狂了 他怒气冲冲地在营地里转来转去 在一切有可能是派克躲起来的地方 袖着跑着 还发出疯狂的嚎叫声 藏在雪窝里的派克 听见嚎叫声时吓得颤抖 但最终他还是被挖了出来 斯皮茨想扑过去撕咬他 巴克也以同样的气氛冲了过去 挡在他俩中间 这一招来得如此意外 又如此刁钻巧妙 突然斯皮茨给撞了回去 躺在地上 派克刚刚还是一副 哆哆嗦嗦的悲惨象 现在也乘着公开造反的机会 更有勇气 扑向那被撞翻在地的统领 弗朗索瓦一方面暗自觉得可笑 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组织正义 用尽全力挥动鞭子 打在了巴克身上 可是这并没有把巴克 从撞倒在地的对手身旁打跑 于是他便动用了鞭杆 巴克被这一杆子打得半死 鞭子还是一次一次地打在他身上 这时斯皮茨便痛痛快快地 给多次犯错的派克一顿严惩 在之后的日子里 离道森越来越近 巴克仍继续在斯皮茨和被惩罚者之间 进行挑拨 但他做得比以前更灵活了 总是趁弗朗索瓦不在的时候 才袭击 因为巴克在暗中作乱 狗队里出现了一种普遍的 不受管教的情绪 这种心态有愈演愈烈之势 他们之间的打闹 比以前更加频繁 有时候会把营地搞得 像做恶魔上身的疯人院 在塔吉纳河口的时候 一天傍晚晚饭过后 杜布发现一只雪兔 它笨拙地扑过去 却没逮住 这时全队的狗都大叫着追了过去 雪兔飞快沿河奔去 转入一条小支流 在结冰的河面上 始终飞快地向前跑着 它在雪面上轻松地跳着 而狗群则要耗尽很大的力气 在后面紧追 巴克跑在几十条狗前面 顺着河道拐来拐去 却怎么也追不上 它弯下身子猛追 热切地吼叫 在苍白的月光下 它那健美的身躯 一跃一跃地向前飞驶 那只雪兔 像个霜冻的白色鬼魂 也在前面一跃一跃地逃窜着 它跑在狗群的最前面 想要追上并吃掉那雪兔 那块活生生的肉 想用自己的牙齿把它咬死 让自己的脸从鼻子到眼 都溅上鲜红的血 但是 斯皮茨就算出于内心最激动的时刻 也还是那么冷静和功于心计 它离开狗群 在一个河道拐大弯的地方 超一条小路穿了过去 巴克对此全然不知 等它扭转时 雪兔还像一个白色的幽灵 在前面跑着 这时 它又看到一只更大的白色幽灵 从河岸纵身而出 挡住了雪兔的去路 是斯皮茨 这下 雪兔已走到尽头 白花花的牙齿咬进了它的脊骨 它像一个遭到猛烈袭击的人一样 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紧跟在巴克身后的那群狗 欢天喜地的齐声欢叫起来 巴克没有吱声 也没有停下脚步 反而直接向斯皮茨冲过去 肩撞着肩 但由于用力过猛 巴克没能咬住他的喉咙 他们在松软的粉状鸡血上扭打 斯皮茨站了起来 就像没被扑到一样 他猛咬了巴克的尖头一口 马上跳开了 斯皮茨的牙齿很尖锐 像补暑器的两片钢夹那样 咬得咔哒作响了两次 接下来又后退了几步 以便更加平稳地站住脚 瞬间扭动他那灰翘的薄嘴唇 疯狂地咆哮着 一瞬间巴克了解了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候已经到来 那是一场生离死别的恶战 斯皮茨是个酒精沙场的老将 巴克努力想用牙齿咬住那只大白狗的脖子 却总是失败 每当他的利尺朝对方那丰满的肌肉咬去时 都遭到斯皮茨的利尺的顽强抵抗 尖牙与利尺碰撞 嘴唇被咬破了 鲜血淋漓 但巴克就是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随后巴克改变了战术 他扬弓对方的喉咙 却突然转身从侧面迂回 用尖头猛撞斯皮茨的尖头 想把他撞翻在地 可每次都是巴克的肩膀被撕裂开来 斯皮茨总能敏捷地跳开去 斯皮茨毫发无损 巴克却以鲜血淋漓 精疲力竭 搏斗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那些野狼般的狗围成一个圈 一声不响 默默地等待着失败者的出现 然后把他吃个精光 巴克累得四肢颤抖 斯皮茨却发起了总攻 攻得他亮亮呛呛 难以站稳脚跟 又一次巴克倒了下去 周围的六十条狗一起扑上去 但他腾空而起 稳住了自己 那圈狗又都退回去等着 但是巴克有一种 超凡脱俗的神圣特征 赋予智慧 他靠天性搏斗 同时也用大脑思考 他向前冲 好像要重施顾忌 用肩膀去撞斯皮茨 但在最后一刹那 他却一头钻进了血里 用牙死死咬住了斯皮茨的左前腿 只听见咔嚓一声 他面前的这只白狗 就只剩下三条腿了 巴克第三次想把斯皮茨撞倒 于是又重复了刚才的把戏 咬断了他的右前腿 斯皮茨强忍俱痛 抑制住恐惧情绪 仍疯狂地挣扎着 站立着 他看到那围成一圈 鱼翁得利的狗裙 个个眼露凶光 舌头外卷 呼出的银白色哈气 向上升腾 这时他们都向自己围了过来 正如过去 他看到相同的一群狗 扑向被自己打败的对手一样 只不过 这次轮到了自己 仁慈只在温柔乡里才会有 巴克准备发起最后的冲击 他毫不留情 那些狗围成的圈子越缩越小 巴克甚至听到那群 艾斯基摩狗的呼唤了 越过斯皮茨 他能看到周围的狗都半蹲着 随时准备跃起 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 此故时空停止了一半 每只动物都像雕塑似的 一动不动 只有斯皮茨独自在颤抖 身体不断摇晃着 发出憎恨的可怕嚎叫 好像要吓跑步步逼近的敌人 这时 巴克扑上去又迅速跳开 扑上去时 他的肩膀终于狠狠地撞到了斯皮茨的肩膀 泻满月光的雪地上 那个黑压压的狗圈变成了一个黑点 斯皮茨从此消失了 巴克站在那里 看着这一切 他胜利了 是强悍的原始兽性 驱使着他杀死了自己的强敌 并且感觉好极了 冰雪覆盖着大地 使之冷漠而僵硬 耳边响起爱斯基摩狗的歌壕 那是一首老歌 古老如狗这个种族自身 是这个世界形成之初就有的最古老的曲调之一 那时的歌总是充满了凄苦和悲痛 歌里面表达了那原始欲望推动着的 无数个世代的悲痛 巴克的原始兽性 在击败强敌斯皮茨后的这一刻 被激发到极致 打败了劲敌的巴克 之后会顺利坐上领头狗的位置吗 历经恶战 巴克已经对领导者的位置 胸有惩出 殊不知 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想中的进行 佩罗收拾好营地的所有杂物 装到雪橇上 架橇的弗朗索瓦 开始给狗上套 巴克快步跑到之前 斯皮茨作为领头狗时的位置 可是弗朗索瓦忽略了它 而是把索莱克斯带到了那个让狗们 梦寐以求的好位置 在它看来 索莱克斯是目前狗中最适合的领头狗 巴克怒吼着扑向索莱克斯 把它赶跑 自己站到那个位置上 弗朗索瓦一把抓住巴克的后颈 不顾它发出的愤怒而恐吓的嚎叫 硬是把它拽到了一边 将索莱克斯换了上去 虽然明显显露出惧怕巴克 可这只老狗并不领情 弗朗索瓦坚持自己的安排 但等它一转身 巴克就把索莱克斯挤开 而索莱克斯也心甘情愿地离开 弗朗索瓦大怒 看我怎么收拾你 它大喊着 转身抄起一根木棒 巴克想起了那个红衣男人 慢慢向后退去 巴克没有急于去抢占位置 而是在大棒刚好够不到的距离之外转圈 愤愤不平地嚎叫着 他一边转着圈 一边注视着大棒 在对付大棒的问题上 他已经变得老练了 驾翘者吆喝着巴克 准备把它放到大夫前面的老位置上 巴克后退了两三步 弗朗索瓦跟了上去 巴克又往后退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后 弗朗索瓦认为巴克是怕挨打 于是扔掉棍子 但巴克还是继续反抗 他想要的并不是免遭一顿棒打 而是获得领导权 那本应是他的 是他赢得的 不得到他 他是不会甘心的 弗朗索瓦坐下来直挠头 佩罗看着表又大发脾气 一个小时以前就应该出发了 弗朗索瓦摇了摇头 冲这位政府的信使 歉意地咧嘴一笑 表示他们认输了 于是弗朗索瓦招呼巴克过去 巴克以狗特友的方式笑笑 仍停在原地没动 弗朗索瓦除去 索莱克斯身上的腕绳 让他回到自己位置 狗队套在了雪橇上 排了整整齐齐一行 等待出发 除了领头狗的位置 已没有巴克的位置了 弗朗索瓦又叫了他一声 他还是笑了笑 躲得远远的 直到弗朗索瓦 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巴克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发出了撒娇的低吼 转身绕到了领头狗位置 他的腕绳系好了 雪橇出发了 两个男人挥着鞭子 队伍冲了出去 迅速地跑到了河边的雪道上 虽然驾翘者 先前就对巴克评价极高 说他是个魔鬼中的魔鬼 然而 这天刚上路不久 他就看出 不是小看了巴克 巴克不仅承担起了 领导者的责任 凡是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巴克证明了自己具备 甚至比斯皮茨还要高超的能力 巴克做得最出色的地方 还是在立规矩和命令伙伴们守规矩上 戴夫和索莱克斯不在乎狗队领导是谁 那与他们无关 他们的任务就是拉敲 套着婉拒辛苦地奔跑 然而 队里其他的狗都在斯皮茨领导的最后期间 养成了散漫的恶习 现在 巴克要重整刚技 派克 那只紧跟在巴克后面拉敲的狗 除非迫不得已 他从不在自己胸前的碗绳上多用半点力气 就因为这种懒散 他经常受到处置 因此 一天的旅程还未完 他就已经使出了全部的力气 狗队的团队意识立即增强了 又恢复了以前的秩序 整个队伍又像一条狗一样 步调一致地赶路了 在林克滩 又加入了两只当地的艾斯基摩狗 蒂克和库纳 巴克很快就教训了他们 其速度之快 令弗朗索瓦都惊叹不已 这是一次创纪录的旅程 两周的时间里 他们的速度为40英里每天 连13天 佩罗和弗朗索瓦都在斯卡格大街上 至高气昂地走来走去 很多人争抢着邀请他们去喝酒 狗队也成了众多训狗者 爱狗者 羡慕崇拜的对象 差于饭后议论的焦点 后来 有三四个从西部来的强盗 想洗劫这个小镇 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像马蜂窝一样 浑身是洞 再后来 官方下达了指令 弗朗索瓦把巴克叫到跟前 双肩抱着他 哭了起来 像其他人一样 从此 巴克再也没见过他们 一个苏格兰混血儿 接管了巴克这只狗队 巴克和另外十几只狗 集聚在一起 又开始踏上了 道森的那条 令人厌烦的漫漫冰雪路 现在 他们跑起来非常吃力 更无创纪录的可能 有的只是满载的雪橇 和沉重的负担 因为这是个邮件专列 负责把世界各地的书信 带给那些在极地附近 淘金的人们 巴克讨厌着活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是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像时钟一样有节奏的运转 一天和另一天基本相同 每个早上 厨子准时出现 生火做饭吃早餐 吃完早饭后 有人收拾营帐 有人套狗 赶在黎明到来之前 一个小时上路 到了晚上 又安营扎帐 对狗们来说 一天中最有乐趣的时候 就是吃 吃过鱼之后 和其他的狗四处逛逛 也不错 一共有一百多条狗 它们中有好多厉害的斗士 巴克和其中最凶猛的 过了三招之后 便取得了胜利 因此 现在只要它一束毛 一瓷牙 它们就逃之夭夭 或许 巴克最喜欢的 就是趴在火堆旁 后腿蜷缩在身下 前腿伸向前面 抬着头 望着火苗 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 有时 它会想起洒满阳光的 圣克拉拉山谷里 米勒法官的大宅院 还有那个水泥游泳池 想起墨西哥五毛狗 伊萨贝尔和日本哈巴狗图词 然而 它最常想起的 却是那个红衣男人 是颗粒之死 是与斯皮茨的生死之战 以及各种好吃的东西 它不想家 那片温暖之地 已是那么模糊而遥远 这种回忆 对它已没有太多意义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行程 后面拖着邮件 使它们精疲力竭 到达道森时 它们全部体力消耗严重 身体状况很差 至少应该休息十来天 那群狗又累又乏 驾翘者也满肚子牢骚 更严重的是天天都下雪 这就意味着 狗队要重新开导 非常艰难 那样狗拖起来更费力 好在驾翘者总算心地良善 对这群狗还算百般照顾 然而最不幸的还是大夫 他的身体出了毛病 变得更加忧郁 更加暴躁了 到达卡西亚沙洲时 他已极其虚弱 拉着雪橇时常摔倒 他们是想让大夫休息一下 跟在雪橇后面空着身子走 然而 大夫虽然病得严重 让他离开队伍 他却感到很不满 给他解下绳套时 他又吼又叫 看到别的狗替补他服务过许久的工作时 大夫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他对碗绳和雪道 充满了太多的感情和荣誉 即使病得要死 看到别的狗替补他的工作 他还是受不了 雪橇又开始前进了 大夫沿着结结实实的雪道 跌跌撞撞地 在雪道旁边松软的积雪上 挣扎着前行 与此同时 他一直痛苦地发出各种嘈杂的声音 那混血儿想用鞭子把他吓走 但大夫却不顾鞭子抽打的刺痛 那人也不忍心下手太重 他不愿默默地 轻轻松松地跟在雪橇后面的雪道上跑 而是选择继续沿着路边松软的雪地跑 尽管跑起来非常费劲 他还是亮亮腔腔 奋力前行 直到累地倒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嚎叫 这时 长长的雪橇队 从他身边掠过 他诚恳地要求留在那里 驾翘者不知怎么办了 他的同伴们说 有的狗由于不让他干重活 而伤心欲绝 有的狗因为太老或受了伤 不适合在干活 被摒弃在晚上之外 却因此痛苦而死 同时他们也不忍心 既然大夫不管怎样要死 还不如就让他心满意足地死在饿下 就这样 大夫如愿了 大夫又像往常那样高昂地拉起了雪橇 虽然体内的病灶让他时不时地 不由自主地大叫 他摔倒了好几次 被缰绳拽着走 还有一次雪橇压到了他身上 压断了一条后腿 就是这样 大夫坚持抵达了宿营地 驾翘者细心地照料他 给他搭了一个窝 早上大家发现 大夫已经筋疲力尽地 不能上路了 上套时 他还奋力想爬到驾翘者身边 只见他哆哆嗦嗦地 用力站着身子 蹒跚了几步 又摔倒了 随后 他慢慢往前爬 爬到套碗具的地方 大夫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向前爬几英寸 伙伴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时 他已经只能躺在雪地里 喘着粗气 他们能听到他的哀嚎 直到雪橇队消失在一片河边 林地后面 雪橇队在这儿停了下来 苏格兰混血儿 沿原路返回刚刚离开的营地 随着啪的一声鞭响 狗铃响起了月耳的叮当声 大队又沿着雪道向前急奔 但所有的狗都知道 那片河边林地后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雪地白得刺眼 仿佛要将所有 都淹没在黑暗之中 巴克隐隐感到支撑不住 不敢想象 体力不足 难以运货的狗 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离开道森一个月了 雪橇队到达了斯卡格 他们到达后情况很糟糕 一路上宝经风霜 虚软无力 巴克那140磅的体重 锐减到了115磅 他的队友本来都比他轻 这次体重下降的却更严重 爱装并偷懒的派克 在他整个故弄玄虚的生活中 经常假装腿疼并得到照顾 现在他真的缺了 索莱克斯也缺了 肚布则承受着肩胛骨扭伤 带来的痛苦 他们的脚全都很疼 失去了柔韧的弹跳能力 双脚落地十分沉重 使全身都受到震动 这样就给一天的旅途 带来双倍的体力消耗 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其他的毛病 只是累得要命 这不是短暂的过度劳累造成的 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过来的 而是长期辛劳造成的极度疲惫 大批从哈德森湾新来的狗 将替换那些不能在雪路上奔波的狗 那些体力不支的狗将被淘汰掉 因为和美元比起来 狗根本微不足道 所以要把它们换掉 三天过去了 这时巴克一伙才发现 他们是多么的疲惫和虚弱 第四天早晨 来了两个美国人 用很低的价钱 就把他们连同玩具等全套装备 都买下了 这两个人分别叫哈尔和查理斯 查理斯是一个中年人 一双胖胖的眼睛缺少神韵 一副小胡子很有弹性地向上翘着 这样就使他那两片 被遮住的嘴唇显得松软光滑 哈尔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腰间一条插满子弹的皮带上 跨着一把大科尔特自动手枪和一把猎刀 这条皮带是他身上明显的标志 显示他还羽翼未封 透出明显的幼稚 稚嫩地到了起点 他们两个显然与这里不协调 至于他们怎么会到北方来冒险 则让人难以理解 巴克听到他们在商讨价钱 看到钱从这人手中转到了政府职员手中 他明白 那个苏格兰混血儿和其他的驾桥者 再一次走出他的生活 同伙伴们一起被赶到新主人的营地时 巴克看到那里是一幅肮脏混乱的景象 帐篷只撑起了一半盘子没洗 一切都显得慌乱不堪 他还看到一个女人 男人们叫他梅塞德斯 是查理斯的妻子哈尔德姐姐 看着他们打理行装 巴克露出一副替他们担心的神情 这两个男人干得相当卖力 但就是不得要领 帐篷被粗糙地卷成一个大捆 是实际样子的三倍 那些碗碟没洗就装了进去 尽管梅塞德斯阻止他们 鞭打那群累得不行的狗 哈尔德鞭子却又一次抽到了 那群狗的身上 狗们奋力抵住胸带 脚踩进压实了的雪地里 身子压得低低的 用尽浑身的力气 可雪橇却像磐石似的 一动不动 经过两次努力之后 他们停下来了 站在那里呼呼直喘 鞭子又凶狠地抽起来 梅塞德斯再次挺身而出 他跪在了巴克面前 眼里沉着泪水 双臂抱住了巴克的脖子 巴克也模糊地感觉得到 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是靠不住的 他们简直是白痴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巴克还发现 他们都不懂得去学习 那三个人做什么事情 都疏忽大意 没有条理 没有头绪 搭一个七扭八歪的帐篷 要折腾半夜 撤营地装雪橇 又得用去搭半天 而雪橇又装得很差 一天钟余下的时间 就都用在停下雪橇 重新整理行装上楼 有好些天 他们只跑了十英里 还有一些时候 根本就没怎么跑 有一个距离 是用来计算狗粮的基数的 他们没有哪一天 跑过这个距离的一半 后来 食物不够的情况突出了 几只狗 已经相继死去 这时 南方特有的绅士风度 已从这三个人身上 化为乌有 北方之旅的魅力和浪漫 无影无踪 剩下的 只是他们这样的男女 难以抵抗的残酷现实 梅塞德斯 已没有时间 为狗哭泣了 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为自己抱怨 和跟丈夫 弟弟争吵上面了 半嘴 是他们唯一 不致辛劳的事 他们的烦躁易怒 起因于 他们所感到的悲苦 越是感到悲苦 就越亦发怒 烦躁迅速地增加 超过了悲苦 有的人 虽然饱经风霜 长途跋涉 却凭借超强的意志力 而能保持心态的平和 与待人的亲切 他们却没有 丝毫这样的耐性 痛苦 使他们变得思维僵硬 浑身疼痛 甚至连心窝也疼痛 正因为如此 他们争吵不休 从早到晚 讲的都是冷面无情的话 一路上 巴克迷迷糊糊 在领头狗的位置上 亮亮呛呛 巴克和他的伙伴们 都是这样 他们都变成了 一栋的窟窿 连巴克算在内 队里只剩了七只狗 极度的伤感痛楚 已使这群狗 对编抽棒打 感到习惯了 挨打的痛苦 变得习以为常 正像他们 所见所闻的东西一样 遥远而模糊 他们只剩了半条命 都变成了一个个 撑着骨头架子的口袋 生命的火花 在里面虚弱地闪烁 一停下来休息 他们就会像死了一样 倒在玩具里 生命的火花 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微弱 眼看就要熄灭 大棒火鞭子落到身上 火花又闪闪地燃起 他们又晃晃悠悠 站了起来 摇来摇去往前走 狗一个一个地倒下 梅塞德斯仍坐在雪橇上哭泣 哈尔毫无大意地大骂着 查理斯眼睛湿湿地 躺着无精打采的泪水 他们就这样迷迷糊糊 进入了约翰桑顿的营地 刚一停下 狗队就像突然遭了一击 重击似的全部栽倒在地 好像给打死了 有人告诉我们说 雪道下面的冰层正在融化 建议我们暂时别走 针对桑顿让他们不要到冰层上去冒险的提议 哈尔这样回答道 他们还说我们不可能到白河 可我们已经到了 这最后一句话里 含着一种胜利后讽刺的语调 哈尔的鞭子冷酷地挥舞 执行着残酷的任务 约翰桑顿克制自己 别管闲事 巴克没有动 他就一声不响地趴在原地 鞭子连续抽到他身上 但他没有任何反应 有几次 桑顿动了一下 想要说话 但还是忍住了 他眼睛红了 鞭打还在继续 他站起身 愁愁不觉地来回走动 这是巴克第一次这样 但这一点就足以使哈尔恼羞成怒 他把鞭子换成大棒 大棒雨点般地落到巴克身上 他还是纹丝不动 跟伙伴们一样 他几乎无法站起 巴克似乎有一种死亡将至的预感 自从来到岸上 这种激烈的预感就一直纠缠着他 未曾消散 他时刻都能感觉到 脚下那层糟烂的薄冰 感觉灾难就在附近 就在前面的冰面上 巴克已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虚弱无比 棍棒打下去 没有丝毫感觉 大棒继续落到他身上 生命的火花在闪动 行将熄灭 约翰桑顿最终忍不住 护住巴克 桑顿用伏饼打落了哈尔手上的刀 哈尔伸手去捡 桑顿又敲了他一下 自己弯腰把刀捡了起来 转身割断了巴克身上的腕绳 哈尔已毫无斗志 他的双手或者更确切地说 双臂都被姐姐抱住了 而巴克也已奄奄一息 拉雪橇已没用了 几分钟后 他们从河边顺河而下 巴克望着他们离开 桑顿跪在他身旁 查看伤情 巴克和桑顿望着雪橇 谨慎地在冰上前行 突然 他们看见雪橇后端下沉 好像掉进了沟里 哈尔紧紧抓住的方向感 也猛然悬在半空 梅塞德斯的惊呼声 传到了桑顿和巴克的耳中 他们还看到 查理斯转身向后跑了一步 一大片冰破碎了 连人带狗都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冰冻 雪道下面的冰层 已经融化了 约翰桑顿和巴克 彼此对望了一眼 你这个幸运的家伙 约翰桑顿说 巴克舔了舔他的手 巴克差点就被哈尔打死 却无意中被桑顿救下 躲过一劫 哈尔等人是淘金热途中的投机者 却因能力不足 终成炮灰 而巴克经历着一任接一任的主人 也磨练出看人的慧眼 桑顿为何一个人在冰天雪地中出现 他又会与巴克发生什么故事呢 巴克幸运地逃过了掉进冰河的劫难 被桑顿救下 桑顿为何一个人在冰天雪地中出现呢 去年十二月 约翰桑顿冻伤了双脚 同伴们把他安排在营地养伤 而其他人则速溜而上 去锯木头造筏子 然后做木筏去倒森 他救巴克的时候脚还没完全好 不过随着天气变暖 那一点点薄很快就好了 巴克就在这样的春日里 天天趴在河岸 望着潺潺的流水 听着大自然的各种声响 体力渐渐得到了恢复 跋涉了三千英里后 能如此好好休息 确实是非常有益的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随着身体的恢复 巴克也变懒了 从这一点上讲 他们都是散漫悠闲的 巴克 约翰桑顿 还有斯基特和尼格 都在等着木筏 载着他们到道森去 斯基特是一只小巧的艾斯基魔犬 他早就和巴克成了朋友 当时巴克气息奄奄 无法拒绝他的好意 尼格也十分友好 只是感情保守 警犬和猎犬血统各占一半 眼睛总是眯着 脾气好得很 让巴克惊讶的是 这两只狗都没有对他表示出吃醋 他们似乎也像桑顿一样 慈爱善良 宽宏大度 随着巴克身体恢复 他们就引逗他 做五花八门滑稽可笑的游戏 连桑顿有时候也禁不住参加进去 巴克在西系中得到了康复 开始了新的生活 巴克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充满激情的爱 这种爱在阳光倾泻的圣克拉拉山谷米勒法官家中也未曾有过 和法官的儿子们党烈或闲逛 他是一个劳动者 和法官的孙子们在一起 他是一个派头十足的保镖 和法官单独在一起 则只是一种严肃尊贵的友谊关系 然而 滚烫燃烧的爱 是崇拜 是疯狂 只有约翰桑顿才能唤起如此伟大的爱 桑顿救了他的命 是他的恩人 不过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称职的主人 但他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狗 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不由自主 他总是友好的和他们打声招呼 或说句鼓励的话 还经常坐下来和他们常谈 不但狗们觉得高兴 他也觉得快乐 不过 尽管巴克对桑顿感情深厚 北国在他身上唤起的那种野性气质仍然存在 而且十分活跃 他虽然具有在活与文明社会中养成的忠诚和现身精神 但也同时保留着野性与狡猾 他从荒野中走来 来到约翰桑顿的脚边坐下 而不是一只温和的 身上带有很多文明印记的南方狗 因为这种深厚的爱 他不能偷吃桑顿的东西 但他却会不暇思考地 从其他人营帐里偷吃东西 并且偷的手段十分狡猾 从不会受到怀疑 他的本性比他的生命还要古老 他把古今联系在一起 那永恒且强有力的节奏在他体内活跃 他也像潮汐和季节那样有规律的运动 巴克坐在约翰桑顿的篝火旁 有着宽阔的胸膛 白色的獠牙和长长的毛 在他身后却是千奇百怪的影子 有伴郎 有野狼 他们性情凶猛 行动迅速 想和他一起享受生活 他支配着他的情绪行动 他躺下时 他们跟他一起睡 一起做梦 而在梦中又超越他 变回了他们自己 他们成了他的梦中之物 这些影子急切而又坚决地召唤着巴克 而文明则离他越来越远 从密林深处传来一声召唤 巴克经常听见这种神秘的声音 令他不寒而栗 又是那么好奇 常常会使他不知不觉地离开宿营地 向着森林冲去 虽然他并不知道要奔向哪里 或为什么而奔 他也不想弄清楚那些 他只知道有一种呼喊 在密林深处急切地呼叫着他 但是每一次 当他进入那无人涉足的 阴森的树林时 约翰桑顿的爱又把他拉回来 除了桑顿 巴克谁也看不上 偶尔会有一些旅行者 表扬他或爱抚他 但他对这一切反应很冷漠 若碰上一个过分热情的人 他就走开 后来巴克不止一次救了桑顿的命 那年冬天在道森 巴克再次立了一功 虽然不至于那么英勇 却使他的名声 在文明阿拉斯加的图腾柱上 有所增加 事情是因为酒吧里偶然引起的 在那里 大家都在夸夸其谈自己心爱的狗 巴克因为曾经的功绩 成了那些人的重视之地 桑顿必须极力为其辩护 半个小时后 有个人说 他的狗可以拉得动 五百磅重的雪橇 而且能拖着他向前走 第二个人夸张到 他的狗能拉得动六百磅 第三个人则更厉害 在他的口中 他的狗是神兽了 桑顿说 巴克可以拉得动一千磅 桑顿夸了口 可他现在却不得不接受挑战了 他意识到 一股热血涌上面颊 他的嘴巴给他惹麻烦了 桑顿并不清楚 巴克能否拉动一千磅 这可是半吨呢 这么巨大的数字 把他给吓呆了 他对巴克的力气很有信心 经常认为 他能拉得动那么重 却从没像现在这样 面对这种不愉快 还有十几个人的眼睛 看着他都不说话 我现在就有辆雪橇留在外面 上面有一千磅重的面粉 男人马修森肯定地说 语气竟会有点残忍 因此 你不用为找不到 一千磅的东西而难过 这里听闻的人 都跑到外面来观看这场赌赛 酒吧餐桌旁已没了人 商人和猎户人也都跑了出来 看这次赌赛的结果 还彼此下了赌注 没有一个人肯支持为巴克赌 因为谁也不认为他行 桑顿跟人打赌 这个决定过于着急 他看着那辆雪橇 一般邋遢的十只狗 在前面雪地里 把身子蜷缩成一团 这任务显得更不可能完成了 桑顿的脸上疑云密布 但心里却激发起了斗志 这斗志使他不管打赌的输赢 不再考虑各种不可能 现在只有战斗的呐喊声 他不闻不问 桑顿把汉斯和皮特叫到他跟前 他俩的口袋也别别的 加上他自己的钱 三个人只有两百美元 这些钱是三人所有家当 可他们还是果断地拿出来 与马修森的六百美元对赌 狗队的十只狗被解了下来 巴克被套到雪橇上 他已被那兴奋场面所感染 觉得一定要用某种方式 为约翰桑顿做件大事 巴克一上场 那超凡出众的外形 就得到了众人的嘖嘖称赞 他的体型非常完美 皮肉很光滑 从脖梗到双肩的鬓毛 虽看起来很安然 却都半竖着 好像稍有动作都会竖起来 仿佛使不完的精力 让每一根毛都显得生机盎然 他那雄伟的体格恰成比例 皮下的肌肉很强健 人们摸着这些肌肉 赞扬它们坚硬如铁 于是赔率回落到了二比一 桑顿跪在巴克身边 双手抚摸巴克的头 与他脸贴着脸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 耍闹着去摇它 也没有轻淫的低声咒骂 紧紧在他耳朵里 说着贴吉语 既然你爱我 巴克 既然你爱我 他慢慢地说 巴克压抑着激情 呜呜叫了一声 人们惊奇地盯着 桑顿站起身 巴克用爪子 抓住他套着手套的手 用牙咬了咬 然后才不情愿地 慢慢松开了 这就是他的答复 不是用言语 却是用爱在回答他 桑顿后退了几步 巴克将身体向右摆动 拉直了碗绳 碗绳猛然震动一下 他那150磅的身体 猛然停下 重载的雪橇颤动着 滑板下面 响起清脆的碎裂声 巴克向前努力地拉着 突然崩直的碗绳 传来吱吱的刺耳声 他的身子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做出巨大的努力 柔滑的皮毛下 肌肉不断地扭动 隆起 他那宽大的胸脯 抚向地面 低着头向前 脚像发疯一样巴动 爪子在坚硬的雪地上 划出一条条平行的凹槽 雪橇摇晃着颤动着 似乎有向前移动的迹象 他一只脚滑动了一下 伴随着有个人 大声惊叫了一下 然后雪橇便费劲地 向前移动了 好像是很强烈的震动 不过 他没有真正停顿过 半英寸 一英寸 两英寸 震动显然减少了 雪橇得到了运动惯性 巴克把这种惯性 拿来利用 直到雪橇能平稳地前进 人们松了一口气 又开始呼吸 没有意识到 他们曾经已停止过呼吸 桑顿随着雪橇后面跑 用简短欢快的话 给巴克加油 距离已事先量好 当他靠近那标志着 一百码的柴堆时 加油声越来越高 而当他经过柴堆 听到命令才停下的时候 喝彩声变成了巨大的兴奋的呼声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了狂 竟然连马修森也一样 帽子和手套被丢向了空中 无论是谁 大家互相握手 他们像发疯了一般 乱作一团 可是桑顿又在巴克身边跪下了 脑袋贴着脑袋 抱着他前后摇晃 那些急忙跑来的人 听见他在骂巴克 如同母亲在说叫着孩子 巴克用牙 含住了桑顿的手 桑顿又抱着他摇晃着 双方好像都为一种 共同的冲动而激励 旁观的人都怀着敬意 让开了一段距离 他们再也不会不礼貌地 前去打扰他和巴克了 之后巴克和桑顿之间 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了解到巴克仅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就为约翰桑顿赢得了一千六百美元 这不仅使自己的主人偿还了某些债务 而且能和伙伴们去到东部 去寻找一个传说中已消失了的矿藏 据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抢夺过这个宝库 这回桑顿、皮特和汉斯 带着巴克和其他六只狗 走向了一条没听说过的小路 向东部而去 去寻找那个未曾有人找到的地方 桑顿对人类和对大自然的所求都不多 他不害怕荒野 仅仅有一把盐和一只枪 他就可以一头扎进蛮荒 到他喜欢去的地方 他赶路的时候 喜欢边走边寻找食物 就像印第安人那样 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经过一番漫游之后 桑顿等人没有寻到丢失的小屋 却在一道宽阔的溪谷里 找到一处钱表纱金矿床 逃出的金块如同鲜亮的黄油一样 在盘底闪闪发光 他们没有往前寻找了 因为这些人每工作一天 都可以得到价值数千美元的纯纱金和块金 桑顿把得到的金子用麋鹿皮袋子装起来 每五十磅装一袋 如同一大堆木柴一样 放在云山枝建造的小屋门外 他们像巨人一样辛勤劳作 日子每天像在梦中一样过得飞快 而他们囤积的财宝也越来越多 现在除了偶尔要把桑顿猎盗的收入拖回来 群狗都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巴克长久地在篝火旁沉没 因为无事可做 一个短腿多毛的人的幻影 就频繁地在他眼前出现 巴克经常在篝火边打盹地眨着眼 在梦幻中 同那人在他依旧记得的另一个世界里漫游 跟这个毛人的幻觉紧密相连的 仍然是从密林深处不断传来的呼唤 这种声音 使他心中生腾起一种躁动 使他感觉到隐约的喜悦 让他感觉到了某些狂野的渴望 但他自己还不明白那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 巴克会随着这呼唤追进森林 就好似他是一种有形之物去寻找 寻找时心情愉悦 有时他会轻声吠叫 有时大声嚎叫 他会把鼻子伸进森林清新的苔藓 或者冒草丛生的黑土里 因为闻到泥土气味而欣喜地扑着鼻息 有时 他还会在长满蘑菇的 倒下的树干背后睡上几个小时 貌似在隐蔽自己 睁大眼睛 竖进耳朵 窥视周围的一切动静和声音 他这样埋伏着 也许是为了给那个 他不懂地召唤一个突然的袭击 可是巴克并不了解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但他不得不做 有一天晚上 他从沉睡中 惊醒跳了起来 目光迷离 鼻翼颤动着到四周稳稳 竖起的鬓毛 像波浪似的起伏晃动 灌木丛中又传来了一声长嚎 那声音似曾相识 巴克知道是熟悉的 他跳过住宿的营地 悄然而又敏捷地飞奔到了森林里 越来越接近那叫声的时候 他舒缓了脚步 每一个动作都异常警惕 来到一片临终空地 他定睛往外看 只见一只又瘦又长的大灰狼 身子挺直地月浮在地上 仰望着天空 巴克并没有向他发起进攻 而是围着他转来转去 善意地把他挡住 那只狼心生怀疑并且害怕 因为巴克比他重三倍 他比巴克矮了半头 他瞄准时机撒腿就跑 巴克还在后面追逐 他多次被逼得走投无路 但还是惊险地逃开了 但是巴克的顽强意志 终于得到了回报 因为那狼发现巴克并不想伤害他 终于和他友好的秀了秀鼻子 随后他们就快乐地玩到了一起 有点紧张还有点害羞 凶猛的肉食动物 为了掩盖他们凶残的本性 往往如此 这样玩了一会儿后 那只狼迈着大步悠闲地跑开 他的样子显然表明他要去哪里 并向巴克明确表示 希望他也一起去 于是他们肩并着肩 在暗暗的朦胧微光中 向河岸上游抛去 越过小河的源头所在的那座 废墟般的分水岭 他们分别后 巴克两天两夜没离开过营地 从未让桑顿离开过他的视线 他干活他紧跟着 他吃饭他看着 夜里看他钻进茅毯 白天又看他爬出来 但是两天过后 从森林里来的呼唤声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急切 巴克又开始变得焦急 那个荒野的兄弟 又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 分水岭那边 那片肥沃的土地 以及他俩快意肩并肩 走过的大片森林 不断浮现在他眼前 巴克又一次 开始在林中漫游 但那荒野的兄弟再没有露面 尽管他在漫长的夜晚 整夜不睡 侧耳倾听 却再也没有听到过 那悲伤的哀嚎声 晚上 巴克开始在外面过夜 一连离开营地好几天 有一次 他翻过了河尽头 那边的分水岭 来到了下面那片 有树木和小河的土地 巴克在那流浪了一个星期 徒劳地追寻着 那荒野兄弟的新踪迹 嗜血的欲望 变得比以前更为强烈 巴克是一个杀手 一个肉食者 以猎杀弱小生物为生 不靠别人帮助 全凭自己的力量和勇气 在这个弱肉强食 互相为敌的环境中 勇敢活下来 桑顿说 自己从未见过 像巴克一样的狗 他有狼的狡猾 狂野的狡猾 他有牧羊犬和圣伯纳德狗的机制 这一切 加上他在最严酷的环境中 获得的经验 这让巴克变成了一只 流浪在荒野里的 最可怕的猛兽 但如此凶猛的巴克 也没能保护自己 最信任的主人 一天 巴克从分水岭返回营地 巴克在路上 遇到了桑顿买的一只雪橇狗 在路上垂死挣扎 巴克看向营地 当地的土著 伊哈特人 正在云山木屋的废墟前跳舞 突然听到一声恐怖的咆哮 随即见到一只 见所未见的怪兽 向他们猛扑过来 是巴克 一个怒放的生命 像飓风一样 如摧毁一切般的愤怒 冲向他们 开始杀戮 巴克势不可挡 在人群之间 横冲直撞 不停地杀戮 动作迅速无比 设想他的剑都无功而返 巴克是魔鬼的化身 他们在林中逃命时 巴克怒气冲冲地尾随在后面 像对付迷路那样把他们拖垮 这是伊哈特人毁灭的一天 他们在野地里逃窜 直到七天后 那些幸存者 才聚在一个低谷 清点他们的损失 巴克再回到营地时 发现皮特死在毯子里 斯基特倒在水边 一整天 巴克有时在水池边 忧郁地沉思 有时在营地里 心绪不安地游荡 死是生命的终止 是生命的消逝 巴克明白 约翰桑顿已经死了 他的死给巴克留下了 一种巨大的空虚 这种孤独的感觉 有点类似饥饿 但这是一种 让他感到痛楚的空虚 无法用食物弥补 有时 他停下来观察着 伊哈特人的尸体 便会姑且忘记 那种空虚的痛苦 而觉得自己无比自豪 一种前所未有的骄傲 他杀了人 杀了最高贵的猎物 而且是在 逝者生存的法则之下 把他们杀死的 他惊诧地 嗅嗅他们的尸体 他们这么容易就死了 杀一只艾斯基魔狗 都比杀他们困难 若不是有武器 他们根本就打不过他 从此以后 只要他们手中 没那些武器 巴克就不会畏惧他们 夜幕降临 圆月划过树梢 高悬在夜空 月光照耀着大地 使得大地像是沐浴 在一种凄美的白光里 天更黑了 在水池边 忧伤悲愤的巴克 感觉到森林中 一种新生命的感觉 这悸动与伊哈特人 引起的那种骚动不一样 他站起身 听着 嗅着 从远处隐约传来一种 尖利的咆哮 接着便是一大片尖利的叫声 同时响应 时间慢慢地消逝 那嚎叫声越来越接近 更加响亮 巴克再一次了解到 那就是留存在他记忆中的 来自不同世界的召唤声 他来到一片空地中间听着 那是声调多样的呼唤 听起来比以前更具诱惑 更令他无法抗拒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 他准备去那传来呼唤的地方 桑顿已经死了 最后的纽带断了 他再也没有了人类 和人类的要求的顾虑和责任 这一次 他顺着野性呼唤的方向走去 有的人说 巴克从人类社会中脱离 顺从本性回归自然 有人说 巴克的经历 何尝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 温室长大 却仍需独身面对磨难 和巴克不同的是 年轻人们又有多少机会选择自然呢 无论如何 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 面对磨难有坚韧之心 面对机会不缺野心 面对同伴和善良的人类 也有着真诚之心 而面对弱肉强食的规则 则有着打破规则 回归自然的本性 这些都是杰克伦敦的小说 在精神上 送给我们的礼物 喜欢这本书的朋友 就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听读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